将蛋清和蛋黄分离开 然后把蛋黄搅散备用 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 准备适量的鲜玉米粒切散备用 加玉米的目的是增加炒饭的鲜甜度 嫌麻烦的同学可以将以下的材料忽略 准备腊肉一小块切碎备用 加腊肉的目的是代替食用源增加咸鲜味 准备腊肠一小块切碎备用 腊肠和腊肉的作用一样增加咸味 准备鲜香菇两个切碎备用 加香菇的目的是代替味精增加鲜味 下一步我们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油滑锅 热油倒出之后再加入适量的底油 然后将准备好的蛋清下锅炒香炒熟 蛋清炒香之后倒出备用 再加入少许的植物油之后 将准备好的蛋黄下锅爆香 蛋黄爆香之后加入切好的香肠腊肉和玉米粒 然后开中小火将料头生炒爆香 料头爆香之后加入炒熟的蛋清 然后将所有原料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将准备好的米饭下锅 再加入切好的香菇粒 然后调节封门转小火将米饭翻炒五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所有原料的香味进入米饭里面 炒制的过程中必须将米饭炒出锅器为止 米饭炒香之后待锅器四起 再加入少许的生抽酱油从锅边淋入 然后再转大火翻炒几下 最后加入适量的葱花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干香松散美味的家常蛋炒饭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炒饭的技术总结 第一 同学们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添加鸡蛋以外的原料 第二 米饭必须凉透才能翻炒 否则很容易粘成一团 第三 此做法有添加腊肉和香肠 所以不需要再加盐 否则会过咸 第四 所谓的锅器就是控制锅后将原料始终保持在火锅之前的凉